每日10分鐘,全球資訊在其中 歡迎收看今日快訊 大家好,我是Rick 國際新聞方面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山營縣新莊市9號晚間降下大雪 導致一棟住宅屋頂崩塌 警方接捕後趕底現場 發現一棟木頭結構平房的中央部分崩塌 屋頂部分倒塌 警方進入屋內搜索時 發現64歲獨居屋主小野公宏 以呈現心肺停止狀態 緊急送醫後仍宣告不治 而死者住宅屋頂的積雪深度也達到150公分 推測應該是雪的重量壓為屋頂 目前正在進行相關調查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塔克拉尼塔士 近日傍晚5點多發生一宗意外事故 一名年約20多歲的年輕女子馬利貝爾 疑似和朋友學習駕駛單車時 不慎車速禍快衝出頂樓慘死 透過照片可以看到 事故現場佈滿輪胎痕跡 警員詢問賣場人員得知 該場所是機車特技人員的表現場地 因此地上才會有這麼多黑色的輪胎痕跡 目前當地警方已向賣場吊穴監視器畫面 以來清意外發生經過 近日澳洲一對夫婦在家移動梳化時 突然發現牆壁竟然流出同血一樣濃度的深色液體 之後還大膽用手指碰了一碟來試味道 發現這個神秘液體竟然有蜂蜜的味道 他們為了找到源頭不惜拆牆 最後果然在封閉的舊壁爐內發現重達100公斤的風潮 由於當地12月至1月期間曾受到熱浪侵襲 他們深信一定是高溫導致風潮溶化 風物才會滲出場外 當地時間9日下午 哥倫比亞東南部梅塔省 一個陸軍軍營遭受電單車炸彈襲擊 事故造成一名襲擊者和一名士兵當場死亡 另有4名士兵受傷 傷者已被送往醫院救治 軍方當晚發布公布清 初步調查顯示電單車車手自稱是運送軍營食堂食品人員 在被要求出示相關證明時 引爆了事先安裝在車輛上的爆炸物 目前襲擊者身份上代進一步核實 襲擊發生後 當地國防部長莫拉洛發表聲明指責 當地的非法武裝組織應對襲擊負責 當地時間2月10日凌晨 利比亞總理德貝巴在回家途中遇襲 有3槍直接擊中汽車 德貝巴本人未受傷 槍手事後逃離現場 當局已就事件展開調查 目前利比亞過渡政府方面尚未就此時表態 盧頭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 德貝巴所乘坐的車輛遭到槍手多次開槍 但暫時沒有相關照片或影片 也沒有目擊者受訪 今次事件或加劇利比亞的動盪局勢 據悉德貝巴發表聲明在利比亞大選前 過渡政府政權將不會移交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星期四通報 截至當日凌晨12時 韓國較前一日新增54,122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較前一日增加4,555宗 韓聯社報道這次是韓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 首次超過5萬宗 累計確診病例已有118萬5361宗 傳染力超強的變種新冠病毒株Omicron瘋狂肆虐 加上農曆新年人口流動的影響逐漸顯現 單日新增病例正以倍數速度增長 英國首相約翰遜9日宣布 將會在兩星期內解除一切防疫規定 代表未來在英國就算檢測出陽性反應 也無需接受隔離 據悉 約翰遜計劃本月21日提出與病毒共存的戰略 若目前疫情的樂觀趨勢持續 將允許解除國內所有限制 規定正式開始鬆綁的時間點 則落在當星期的稍後時間 但部分旅行限制及針對未接種疫苗者的隔離要求可能會繼續 約翰遜發言人補充 儘管不要求確診者隔離 但仍不建議外出上班 加拿大近日爆發反對政府防疫措施的抗議活動 新西蘭首都威靈頓自星期二起也爆發抗議活動 數百人聚集 並用貨車和露營車堵塞儀會大樓外的街道 警方今天開始清場 至少120人被捕 據美聯社報道 這些抗議者受到加拿大貨車司機抗議活動的啟發 同樣選擇駕駛車隊堵塞道路的模式 將國會大樓外的中心街道堵塞了幾個小時 新西蘭警方起初並未採取大捕行動 不過政府今天最終下令清場 警方與群眾爆發衝突 我是Vivian 加國新聞 加拿大隊在北京東奧載傳接報贏得兩銀兩銅 現時在獎牌榜2億金4銀7銅共12面獎牌排排12 當中來自阿泰華的26歲女運動員 Isabel Wyman 在女子5000米速度滑冰贏取銀牌 她星期六在女子3000米速度滑冰贏取銀牌 另外Jack Crawford在男子高山滑雪贏取銀牌 加拿大隊在混合自由式空中技巧賽事也贏取銀牌 來自灰省的男運動員Elliott Grandon 就在男子滑板追逐賽中贏取銀牌 最新民調顯示 接近30%接受訪問的國民認為 現時適合撤消防疫限制措施 以及學習與新冠病毒共存 40%認為要小心處理放寬限制 29%表示他們準備好向前看 他們已經完成疫苗接種 以及認為變種病毒Omicron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28%持兩種意見感到焦慮或感到憤怒 這項網上調查在今月4日至6日期間進行 有1546人回應 被施雲書及基礎建設廳長范連銘昨日指出 省政府已與技術及工程方簽訂9份合同 而協助落實99號公路隧道項目 新的隧道終會取代馬西隧道 令連接列治文資三角洲一段99號公路變得更暢順 他表示隨著項目由開發轉向建設 這些合同將有座省廳開展工作 新隧道新史提夫斯頓交回處 以及99號公路的改善項目 全部指在令道路更安全可靠及連貫 同時迎合地區利益 事發於2月8日晚上11點半 蘇里·王家琪警接到報案稱 1804號16800號路段發生槍擊案 警員到場後在一輛汽車中發現受槍傷的一男一女 他們事後被送往醫院救治 女子傷勢嚴重 男子的槍傷則危及生命 兩人的年齡均在二十多歲 警方事後將現場附近的加油站封鎖 並對停在加油站車道外的藍色轎車進行調查 這輛汽車車身嚴重損毀 至少有一個輪胎流氣 對於發生這樣的槍擊事件 住在該社區的民眾感到震驚 有關此槍擊案 警方呼籲有相關訊息的人可以致電 604-599-0502聯絡 蘇里·王家琪警 卡加利一名警方熟悉人士 最近被王家琪警落案檢控在亞省邊境 煽動示威者 卡加利男子Arter Polosky 星期一被王家琪警逮捕 指他涉嫌在邊境地區 貨車司機罷工現場發表言論 企圖煽動示威者逗留 根據消息指 示威者在Polosky發言之前兩個小時 主流意見是逐步離開現場 但Polosky在現場發言二十分鐘 要求示威者不要放棄 涉嫌直接令示威者情緒轉變 決定繼續停留 目前他被控兩項刑事罪行 包括在公眾場所行為不檢 以及滋擾公共設施 多倫多警方稱 星期四凌晨4時45分左右 位於Queen Street East 和Woodby Avenue的Toronto Fire Station 227 遇到麻煩 有人闖入消防站 將一輛消防車開走 現場可以看到消防站大門被遺棄在路邊 警方隨後在距離消防站約10分鐘車程的 Unwind Avenue找到消防車 一名女子被捕 位於安省西部溫沙市附近的 加美邊境大士橋在北美最繁忙的國家邊境口岸 目前當地貨車車隊抗議活動已經進入第三天 嚴重阻塞了前往加拿大方向的交通 溫沙市的官員今天表示 將請求省政府和聯邦政府提供援助 總理杜魯多表示 他和安大略省省長杜格福特 正在努力控制溫沙和阿泰華的局勢 而類似的示威活動已經持續近兩週 多倫多市中心的省議會附近區域 Queen's Park Circle 連續第二天實施風路措施 因為反強制接種疫苗人士 在網上揚言到多倫多示威 警方為此提前做好準備 但在網上揚言拉隊從阿泰華到多倫多的 反強制接種疫苗組織負責人Chris Barber已經表示 他在網上發表的言論只是與警方玩遊戲 但多倫多警隊表示 不會冒險且建議市民被開受風路措施影響的區域 找本地熱點新聞資訊 商家超市打字訊息 快下載北美眉頭條APP 北美眉頭條 加拿大第一資訊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 安省今日確診3,201例 新增疫苗人數44人 省內新冠感染者住院人數達到1,897人 入住ICU人數為445人 在新增個案當中 多倫多555例 皮爾區275例 約克區163例 阿泰華171例 最後我們一起來看看未來的天氣情況 多倫多明天多雲有雨甲雪 溫度為-2-4度 後日呈間多雲溫度為-16度-0度 溫哥華方面 明天呈間多雲溫度為-3-9度 後日風和一例溫度為-4度-11度 油價方面 大多倫多地區普遍汽油零售價 明天會上調一仙 普通級汽油為-157.9仙 而大溫哥華地區普遍汽油零售價 明天會上調一仙 普通級汽油為-168.9仙 多謝大家收看今日快訊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 超級汽油零售 超級汽油零售 超級汽油零售